花蓮市区台风天状况不断 眼前这座有着摩爱石像 外观的巨型木雕 直接被强风吹倒 砸落到马路上 碰的一声巨响 住户简直吓坏 周遭因为路数倒塌 导致停电没电可用就算了 如今巨型木雕还掉落 证据一个车道 实际比对过去木雕的位置 就在日式松饼店的顶楼 为何会掉落 当地里长也前往关心 巨型木雕即使加上绳索 也抵挡不住强震风 根据网路上资讯 这家日式松饼店 在两年多前 已经搬家到公正街 现在是由另一家咖啡厅 进驻经营 如今巨型摩埃木雕 没有跟着搬家 从站在松饼店顶楼 变成躺平在马路上淋雨 只能先在周遭放置三角锥 等风雨渐小之后再一致 东三新闻 黄艺民 李嘉宪 红诗琴 花莲报道